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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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在幹嘛 我在等 等待 等待那個來 沒有現在要核對那個 他要核對 身份證 他要有公文 要有通行證 對還要什麼 要有名冊 你才可以進來 而且 工作人員很準時 7點還沒到 就開始一台一台登記 對啊 然後 還要再 寫 試資料 你把它寫一寫吧 嗯 要把資料寫一寫才可以進去 這準時7點放行 對 然後寫我們就可以進去了 我們現在在等待 等待臨小文 沒有我們要等待 這邊 開門 進山 然後 一路都是屬於擔心道 那因為這邊是屬於管制站 那路 還沒有做好 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山路 山路是最難修剪的 因為 每遇到地震 或颱風的時候 它就會 對 但是 這條路 你如果不做的話 你必須要繞 很大一圈 你要怎麼過去 你要走到 河灣山 你要走到河灣山 然後再繞 嗯 一樣是屬於台中的下去 你看要繞那麼遠 所以 這個便道通行是有它的 需要 那不然 這邊的農業 你要怎麼快速的運出來 嗯 就在山上 你也要被解 對啊 然後這裡的通行證 它的申請就是 有幾種方式 幾種方式 只有居民 沒有 他們申請就是一次一年 一年嗎 我們是申請是一個月 一個月或者一年 我不知道 我申請是一個月 因為我們要去幹嘛 進去做工作 對 就只能申請工作證 要進去拍攝 車在動嗎 對啊動了啊 可以啦 已經在動了 欸走了 7點準時出發了喔 我想要看到我車在動了 有啊 知道了 台八管子站 這是 歷史性的一刻 對我們啦 因為 這是生平來 可能 生平 生平啊 沒來過啊 第一次走台八 當我想要來的時候 已經斷掉了 所以這是大叔第一次走台八 另外一邊有走啦 這邊沒有走過啦 沒有走過全程啦 所以我們今天打算走完全程 沒有啦 一樣原路回來啦 還是一樣原路回來啦 你看 而且公車 有沒有看到公車 這有三台公車在這裡等待 那各位齁 如果你想要來走這條道路 最好 最快的方式是什麼 坐公車 對 坐公車 因為坐公車你就不用申請 對不對 我不知道啊 對啊 你坐公車你就不用申請啊 你坐公車的申請方式比較簡單啊 你只要有買到車票 他們就會幫你申請 那你可以從台中的五官 然後坐到里山 這條道路 然後每天一天 他每個時段應該是三班公車 因為我剛剛看到 就三台公車啊 然後那種公車 那種公車是屬於算是 20人的那種 那種小 那不是那是大巴 20人的大巴啦 那台北人去里山的話 是走 走那個什麼 武林農場那邊啊 比較快 福壽山 去 里山福壽山是走那邊的 就我們上次走了那條道路 那如果說你是南部人上來 當然是這條路是最快的 這條路是最快的 原室的隧道 嗯 這還好啊 蓋得很好啊 哪有什麼原室 沒時間蓋啊 光搶修那個 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路段 就來不及了 還有時間去弄這個 我們進來探點了 搞不好下次可以進來裡面住個一天啊 蛤 下次不好 對啊 下次如果有再需要進來這邊工作的時候 啊 對不對 有落石區啊 哇 這石頭很大顆 對啊 都很大顆 對啊 都很大顆 哇靠 我這樣翻車 因為不會經過幾個山 嗯 還蠻多座的 你看到這樣開口其實不容易 對啊 你看旁邊都有落石 對啊 旁邊都有落石 大叔常常在講說齁 在山區車撥的時候 不要找那個閃避的旁邊 因為萬一晚上有落石的時候 你在那邊剛好正中央被 被打得正中的時候 你的 好笑 停在那邊的機率比較高啦 那你在行駛中喔 可能被打中的機率會比較低 你看 你看 然後這上面 這個有一點 有一段特別按鈕嗎 有 有 離山 36公里 你現在我們從這邊開到離山餐 一個多小時而已 對啊 一個多小時而已啊 所以我們要到離山餐回來嗎 嗯 至少到我們管制站那邊啊 我們是要離山的管制站 對啊 另外一頭的管制站嘛 另外一頭的管制站嘛 前面就是德基水 前面就是德基水 台八 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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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次是去八八八 八八 八八 七七七也走過了 哇一看 這整個都是攤幫路段 有沒有 有熟 可是水位還好 沒有滿水位啊 綠 寶寶 丰 露 brush 我的左邊是水庫啊 就剛剛那一段最漂亮而已 那一段是德基水庫然後再來就是一般的道路而已 然後左邊就是河床啦 這邊就已經是河床地了 冬天的水位本來就位置比較小 比較低啊 因為台灣的冬季就比較沒有太下雨 來你介紹一下 你還是要介紹啊 你不是要來介紹一下 我們為什麼在這邊等待 因為 因為就是 因為 他在介紹都會大支你知道嗎 你會害羞 因為怎樣 因為那邊的車子要過來 這邊車子要過來 那邊啦你看 那裡有開始慢慢車進來 所以他同時間放行耶 因為他那個路他本來有上下線 嗯 你看那邊 車要進來 然後我們就過去 那邊有人在管制嗎 對 林工你就怕他腳就好 反正你只要是城市啊 要嗎 你叫大支來走 大支齁 林便道 好像 他說大支 大概說 等半個小時 對喔 因為車行20分鐘 車 我們走20分鐘來到這裡 車 他等到昨天 你還要直接過 30分鐘喔 你車沒來就不開 是喔 夜省就對了 夜省 你看那邊的車已經 緩緩的通行中 這邊等待大概10到15分鐘 然後 然後 就可以通行了 那還是跟各位講喔 進來這邊的話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進來的 你必須要申請到工作證 像老闆娘就有 工作證 還是屬於通行證 所以等了大概20分鐘了 那另外一個方式 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以坐公車進來 你也可以進來感受一下 這一段 我會這樣講是 意思是說 大叔拍的影片喔 不是我們可以去而已 你可以用各種方法 來可以走這一條道路 對不對 那梨山很漂亮啊 你可以到梨山啊 那梨山賓館啊 那上次我們有拍過 可以去梨山 走走 去住梨山 飯店 有沒有 這裡有個 前 有車在引導通行 咧 那梨山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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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 下來走路 這邊當地的居民啊 所以 這裡當地的居民說真的 也是蠻辛苦的 你看 他們一天只有三個時段可以出來而已 所以老闆娘 叫你這樣長期住山上你要不要 你這樣好像可能不行 你不行喔為什麼 有點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喔 有捨必有得嘛 對不對 你可以每天很清淨 很悠閒的在山裡面過著生活啊對不對 放慢你的角度不是很好嗎 我已經很放慢我的角度了 你確定你有放慢你的角度 但是我覺得你每天都很忙碌 別人看忙碌我沒有覺得 到身上有一個好處你知道嗎 就是 手機都收不到訊號 對啊收不到訊號 你看這個就是管制站 然後他還要對喔 對每一台車還好嗎 對每一台車還好嗎 好管制站過來之後又開始另外一個 另外一段道路了 另外一段道路了 他是 我們是打算七點進來啦 然後十二點才能不能走得來 因為我們晚上還有另外一個地方要去住 喔這一段啊 像這種道路啊 只要遇到 大水 夏天太晚了 他又崩塌了 好 你說這個路,說不大不大 說小也不小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水庫都有台電的進駐嗎 水庫是屬於台電的嗎 還是水利局的 那台電他們是發電用的 他們要在水庫上面建一個電廠 我們應該他們到水庫吧 你看這個都是施工路段有沒有 做一個這個 這坐起來不會很大 你看看 以後這個都是屬於單向通行的 路小 你說哪裡德基水庫 剛剛那個 那是古關 講錯了 我們前面那一個是古關水庫 然後現在要前往的是德基水庫 你有感覺 你有很想要睡嗎 我愛睡 我是很想睡 我是很想睡 因為我很累耶 套上車拉背給你根本就睡不著吧 這裡的 這裡的路就好像沒那麼好 前面那段的路比較好 這一段的路比較長 你看都是這種絲 上面都是石頭 我要衝下來 路就會幫掉了 攤崩了 看到那個 太陽 有沒有 前面那邊陽光 就照到了 來到有陽光的地方了 看到那邊 你看這個深山裡面 我們從早上進來到現在 陽光都照不進來 你看都在山谷裡面開車 對啊 是不是 我們已經過了 我們上市那個管制站了 我們上市那個管制站了 對啊 對我們上市的那個地方啊 然後左邊就是 德基水庫啊 你有沒有要跑 旁邊等一下嗎 我們開著開著 就開到禮山了 就開到禮山來了 喔這邊來很快 對啊 哪裡 禮山賓館在哪裡 怎麼近 這裡喔 看來在上面 看看有沒有得停 上面有停車場 停車格啦 請到按他說沒有兩個 車賣出到這裡 我來查一下 好多多次 坐在這裡 說很多人 看來在這裡 是 人家 都要去哪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